古时候贴身丫鬟的工作可没有端茶地水这么简单 他们要做的工作简直让人做偶 都是哪些工作 贴身丫鬟既然什么都要做 那买一个丫鬟要花费多少呢 今天母鱼君就带大家走进古代 看看丫鬟们的生活 古代皇宫中和达官贵人家中才用得起丫鬟 那些成为丫鬟的人都是贫苦百姓家的孩子 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卖身器为奴 一旦为奴终身为奴 运气好的呢有人帮其赎身 但大部分都赎不起身 长相好一些的女子价格要高一些 有钱人也在乎门面 相貌较好的伺候的是小姐少爷 要是再会点手艺的那价格就更高了 清朝康熙年间买一个丫鬟 要花费白银二十多两 古代丫鬟呢就像货物一样 可以随便买卖 一旦成了奴婢连命都不属于自己了 主人想怎么处置都行 丫鬟也有等级之分 最低等级的丫鬟被称为粗食丫鬟 他们干的活就是些煮饭打扫的粗活 上面也提到 相貌好一些的丫鬟就贴身在小姐少爷身边伺候 照顾主子们的生活起居 很多人觉得 贴身丫鬟们就只干些不轻不重 照顾人的活 比粗食丫鬟们可轻松多了 实则不然 贴身丫鬟看起来光鲜亮丽 其实要干的隐蔽活可多了 他们没有什么偷懒的时间 主子的吃喝拉撒他们要管 主子的心情他们还要照顾 运气好的贴身丫鬟 遇到个心肠好的主子 能够轻松些 时不时还能得到些赏钱 运气不好的贴身丫鬟呢 遇到个脾气不好的主子 只要一点没照顾好 可能就是一顿板子 严重的还有可能丧命 贴身丫鬟被主子活活打死的都有 明朝有个官员的妻子 是个出了名的暴躁狂 贴身丫鬟一点没做好 就被他打死了 丫鬟被打死了还不解气 还将其分尸装进木箱中 简直不要太残忍 贴身丫鬟的隐晦工作 就是满足主子的一切要求 男主人喝醉了酒 要让其赔睡 贴身丫鬟不能拒绝 能被男主子看上的贴身丫鬟 也算是运气好的 他们之后呢 可能会被纳为小妾 虽然还是在深宅大院里的奴婢 但是只要能够得到主子的宠爱 吃喝不愁 还能被别的丫鬟伺候 比做贴身丫鬟要强上一些 但是呢 有的贴身丫鬟赔睡完男主子 却得不到名分 这种得不到名分的 之后还会被女主人针对 没有安生日子过了 除了这些工作 贴身丫鬟们 还要负责更恶心的工作 想给主子擦屎这样的事 他们也要做 古代还没发明出厕纸的时候 是用竹片擦屁股 也就是说 要是稍微不注意 可能主人的屎就弄到自己手上 这也太恶心了 这已经够恶心了 还有更加恶心的 明朝时期 有个公子哥 身体不是很好 得了和肺劳差不多的病 喉咙中总是有很多痰 这位公子哥 极其不讲究卫生 他总喜欢把痰吐在贴身丫鬟的身上 还会吐在人的脸上 公子哥吐完 还不准贴身丫鬟擦掉 丫鬟只能一整天都穿着被吐满痰的衣服 有些时候 这公子哥还会要求贴身丫鬟张嘴 接着他吐的痰 还要求将其咽下 贴身丫鬟不咽就会被一顿毒打 这也太恶心了 底层百姓太卑微了 他们做着身心不适的工作 却无法离开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就死了 古代丫鬟的命就如草芥 没人会当回事 古代男尊女卑的观念还根深蒂固 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得 稍有闪失丢了明洁 那这个女子大概率就活不下去了 男子却不一样 浪子还能回头 依然能在社会上生存 古代男子基本上都是三七四季 女子一生却只能嫁一人 男女之间有太多的不公平 女子的命不受重视 丫鬟作为最底层的女子 就更难生存了 对于古代的贴身丫鬟 你还了解些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